好,我们继续 之前我们申请并且配置好了应用的一些参数 接下来我们就来实现两种授权方式 分别是Web授权和SSO登录授权 我们还是跟着专方的文档上来一步一步的讲解 首先需要创建一个微博实例 在创建微博实例的时候 需要传一个context对象 以及appt-redisate-url和stop权限 创建好微博实例之后 我们还需要实现一个微博Auth-Listener接触 当授权成功之后 SDK会将Auth-Set-Token有效期UID这些信息通过Bounder的形式返回给我们的应用 我们在Uncomplete的函数里面 我们就可以通过返回回到Bounder 获取到Token信息 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说我们的应用签名不正确 返回回来的Token是无效的 并且它会把错误的代码返回给我们 所以在Uncomplete函数里面 当获取到Token之后 还要进行一下判断 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去调用 微博实例的认证中的 微博Auth-Set-Token 并且把我们刚刚创建的Listener给传到它的参数里面 接下来我们就来自己编码来实现微博的认证授权 我们在MainAuth-Tivity里面 新添加了一个按钮 点击这一个按钮 就会进行微博的授权 首先需要创建一个微博实例 创建好微博实例之后 我们就去调用它的 认证方法 Auth-Rise 并且传一个监听器 用于在微博授权之后 获取授权的回调信息 在Uncomplete函数里面 就会把授权信息给我们返回回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Uncomplete函数里面 它是怎么处理的 它是直接解析出一个Auth-Augens-Token 就会把插权认证据的回调信息给我们返回回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获取到这一种Tooting之后 我们需要判断到是否是有效的 如果说Tooting无效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Bundle去获取抽个码 然后再通过后台去草草对应的错误 所代表的错误 然后再进行增长 这里它使用到了一个AlticesTooting Keyper 用来保存Tooting的一些信息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类 并没有在我们的叫文件里面 它实际上是在微博的SDKDEMO里面 我们把它炒备到我们的工程里面 我们看一下它具体是做了些什么工作 在这里其实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它其实就是保存了Tooting的UID 以及Tooting和有效期 它对应的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读取Tooting的方法 也就是我们之前所保存的 如果说我们想读取它的话 就通过RedAlticesTooting来读取 好了我们在这里先保存 并且通过落者信息导印出来看一下 在这里我们分别去获取Tooting的UID 以及Tooting以及Tooting和有效期 好了我们来运行一下程序 我们点击新浪认证 所以看到我们已经成功的调起了认证的web页面 我们输入我们的微博的账号和密码点击登录 它会让我们选择是否是授权 我们这里直接点击授权 然后再点击允许 这里我们就已经获取到Tooting信息了 分别是UID以及Tooting 还有有效期 说明我们的微博认证就成功了 注意这里面还有两个方法我们没讲解 第一个是WebException 这一个方法是指 当发生异常的时候的回调方法 当cancel是指用户取消授权 它会回调到这个方法里面 web授权成功之后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SSO登录授权 SSO登录授权 首先需要创建一个SSOHandler对象 接着再需要重写Activity的onActivityResult的方法 并且在onActivityResult的方法里面 调用SSOHandlerAlterJS Crawlbox 创建SSOHandler对象需要一个context对象 以及一个微博author 也就是一个微博系列 就是我们这一个系列 SSOHandler创建之后 然后调用它的authorize方法 同样这一个authorize方法也需要传入监听器 和我们的web授权手传入监听器是一样的 也就是它 接下来再重写onActivityResult的方法 如果说SSOHandler不为通的话 我们就去调用它的authorizeCrawlbox 也就是当通过SSO登录授权之后 通过authorizeCrawlbox 它就会调用这一个监听器 在这一个监听器里面 我们就可以获取到SDK给我们返回回来的授权信息 和web授权里面是一样的 由于我的模拟器 没法安装新浪微博的apk 所以我在这里就不再演示 它实现起来也挺简单的 感谢观看 不用擅长的优优独播剧场 那么我们就看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